就是將近有一半的人口染疫 死亡率也持續的上升 達到了0.58% 專家指出 香港的長者疫苗覆蓋率一直太低 如今才會死傷慘重 而長者可以說是用自己的性命 來證實打疫苗才可以降低死亡率 香港新增27000例確診 第五波疫情總數近75萬 死亡4300多人 死亡率持續上升到0.58% 港大醫學院則推算 已经有358萬人染疫 死亡率远超富裕地區 被形容为可遇见悲剧 因为专家早已表示 疫苗可降低死亡率 但長者接种率低 加上研究发现 2G BNT对新冠原始病毒 6个月后仍有8成以上效率 但科兴则只有不到2成 对Omicron的保护力 3G BNT保护力最好 6个月之后有效率77% 科兴则下跌到只有8% 不过香港长者多选科兴 而为了提高接种率 月底会有接种对上门 为长者打疫苗 第五波疫情香港医疗体系超负荷 再加上先后有两成 1万5千医护人员缺诊 增建了方舱也缺医护 港府向大陆要求支援 第一批75人主要来自广东 会粤语的医护人员抵港 这是首次以紧急法 让没有香港证教医护行医 医管局强调如果有医疗事故 局方会负起责任 而林郑月娥则感谢大陆 协助防疫有求避应 以上是驻香港记者李景华的报道